各位朋友,你們好 因為過去的星期有些瑣碎事 工作上比較忙一點 現在又來到星期五的深夜 我又想開咪,講講一些東西 因為這次這段影片 是承接上一次的影片 上一次的影片 就是我重製了閻明熙的MV 改了它的顏色 在中低音部份 我故意做了一些東西 令到它的聲音比較飄入 這件事應該看上一次的影片 如果你有看過上一次的影片的朋友 都應該知道的情況 那些我不會說了 這段影片是想承接 因為之前的影片 我有回應過一些網絡的朋友 也不相識的朋友 我知道有一群朋友 是想支持 真是會成為巨星 歌唱的巨星 因為演技方面 我就不說字 因為那些未看到它的演技 始終都是年紀輕 年紀輕 有時在這些演技上 還未可以純熟 這不說演戲那邊 就先說歌唱那邊 因為上一次的影片 這些新朋友 她有些留言 我也有些回應 想盡快開咪 說一說 閻明熙小妹妹 怎樣可以進化 在這裡強調 就是我不是班門弄虎 千萬不要想歪一變 我不是班門弄虎 就是教閻明熙唱歌 而我只不過是站在一位聽眾 聽了那麼多年的經驗 純粹是分享 大家分享 並無惡意 因為在上一次的影片 也有些人說 你很自大 其實 因為她不認識我 因為我的經歷 經歷了幾次生死 其實這個世界上 我覺得沒有什麼真說話 不可以說 所以有時真說話 是真是很耐耳的 不過 我全部都是 就是衷心 希望這位小朋友 這位支持 她真是可以成為香港的新一代巨星 起碼歌唱方面 不要繞這麼大一圈 今天我演出必行 就是上一次 那條片我回應了 就是我想說 少少 踢上的觀感的東西 首先 我今次這條片 就是我想說 《守望墨田》這首歌 因為很多朋友都大讚她 唱得好 各種東西 在我的認知裏面 《守望墨田》就是王菲原唱的 王菲唱這首歌時 她想了很多東西 監製 監製 填詞 作曲 全部都想了很多東西 這些東西 就是 Gigi 現在未凌駕到 不過我會在這條片中說出來 希望 如果你是認識Gigi 麻煩你 可以的話 就把這條片傳給她 看看 《守望墨田》這首歌 它在作曲方面 填詞方面 全部都是用一些很飄的音 這種飄的音 就不是普普通通 壓下去 不是這樣的 因為《守望墨田》 你看回整首歌的詞 其實是很平淡的 很平淡 即是等於 把《守望墨田》 將它變成一種情感的表達 但是在作曲方面 她想它 因為當年 未有那麼多空靈聲降夜 當時多數用Rework 然後用不同音的高低 去營造一個似空靈聲的東西 不過在作曲方面 這首曲飄得很緊要 有點像迷幻的東西 即是迷幻的東西 然後 王妃要配合這個康口的時候 她唱的時候 一定要運用一種很高的技巧 這種高的技巧是甚麼呢 就是她要用她的四分一音的變音 去將這首歌的詞 唱到飄逸出來 在這裏 就這樣說 很難溝通到 我們現在以下 首先看一看幾條片 第一條片 就是我找了 賢明熙在池山寺 剛剛在池山寺 唱Live 然後 我找了王妃 也是唱Live 不過是國語版 就想大家容易聽一聽 她子女行間的變化 然後第三條 就是王妃的私調版 所以 想 給你碰上 如沙淚踩我 也許 明明我發光 跟你就知道 星我暈 星我差 彼此怎麼掛我 我 未來 我 你 就知道 風我沉 同分同下 如天地尚在 哪怕满满再相爱 狐狐狸走来 风心归去 如我生如生 心里有谁 未必需要引力终着 狐狸走来 风心归去 未需要引力终着 心外过世一天 光陪伤一帅 心 属于你的 我借来寄托 却变成我的心魔 你 属于谁的 我刚好寂寞 却带来 潮起 潮落 都是因为 留下 爱 留下 她也曾经 滂沱 证明 你有 来过 可是当我闭上眼 再只开眼 只看见沙漠 哪里有什么骆驼 每一时间的人 是假的 没什么执着 一百年 却你不是你 我 不是我 每一时间的人 是假的 没什么执着 一百年 却你不是你 我 不是我 我 追过蜜蜜 天中要收过 也许留在我 苦藏 心 跟你碰撞 揉渣泪再过 也许能令我 发光 我 供你 就此声我哀 声我哀 彼此阵我哀 爱 你 离得越违害 供你 就此风我哀 共骨痛哗 与天地尚在 哪怕没法再相爱 空空空宜逃è飞走 违去月火山如水 水里有水 未必需要 一起尽余 黑骨迷心來互生畏去 未存我一猛 心愛過誰一見 我兒子上一帥 剛剛聽完 首先拉板沒有鋪鋪 因為裡面只有幾樣東西 通常有EQ 可能有Auto Tune 這都是行內認同的東西 有Rewrite 有Limiter 有Compassor 諸如此類 這些東西 總合而成 有些是Effect 加進去 接著會出現場看的Live 在Live 裏面 與Cedio有何不同呢 就是因為Cedio的聲音 是可以 簡直是逐粒音可以執照的 這件事 應該在座很多高手 我便不便再提 因為說得多會得罪人 剛才聽了幾首歌 幾段 大家可以知道 一件很重點的事 因為Cedio的小妹妹 他始終都是在比較大的年紀 雖然他去比賽時是十四歲 因為朋友更正了 我也搞錯了他的年齡 他現在是十六歲 但他比賽時是十四歲 我經常記住他在比賽時 因為他的樣子好像沒甚麼改變 通常如果要訓練一個歌手 通常都在十歲前 如果可以的話 這是甚麼意思 是因為他的聲帶 在未完全固定之前 可以將他調節更加 或者調節更加長 其實他的程度很少 然後也可以將他的油韌度 再調節更加強 如果天有契機給他 很多歌手 其實都在年幼時 便會做這件事 嚴明興小妹妹 現在未算遲 因為他在比賽前 他都一直在唱歌 他一直在訓練自己的發聲 在這裏我便要分析 他怎樣可以再進化一點 首先 大家可以聽到 王菲的國語版 即百年孤席 大家應該可以聽到 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 王菲的運氣 那種運氣 那種運氣 嚴明興小妹妹 暫時未能很順暢地做到 先知聲明 因為他仍然年輕 我相信如果他肯努力 再去鍛鍊 我相信幾年後 他一定會很厲害 我所說的 支持一定會很厲害 好了 剛才是第一點 第二點 其實在歌手裏 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秘密 就是 這番話是我 說給賢明熙聽的 大家不要介意 我不是自大 而是我真的很衷心 將這些經驗 想說給他聽 希望他強勁 現在歌唱技巧 其實都學得很多 而有些精闢的地方 就差一點 其實一個厲害的歌手 在他的聲彈 在柔環道裡面 其實還要演繹 還要鍛鍊 一樣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將一拍 即是一個字 有時是一個字 有時是半拍 即是一個字的半拍 即是半秒 將它分成四分 會在裡面 就是高中低 或者是低中高 或者是高低高 或是諸如此類 這樣去玩 這樣將字訓練 你見到很多電堂級的歌手 他們都沒有四分一那麼簡單 可能是八分一 甚至有些勁起來的時候 他可以一路轉音的時候 有機會去到十六分一 不過很少 所以那些電堂級的歌手 為何他唱出來 是特別令到別人很想聽 是因為他能夠將字演繹出來 其實他的神粹 就在他的感情位 以及他的轉音 他的聲音帶的韌度已經有了 跟著運氣 運得好些 其實他現在在唱Live 這把聲音已經很雄雲 OK 沒問題 已經是很好的 但是有一件事 如果他可以的話 希望他可以令自己進化 狂野一點 狂野是 狂野的聲音 因為他現在 都能夠把人搬進來唱歌 所以 那個字 他能夠唱出來 他能夠表達出來 但是比較生硬 大家可以聽到 因為他通常拉音的時候 都是擴闊了這個位 然後拉緊它 你留意一下 這個是他的習慣 不過這個習慣 如果在一個勁的歌手裡 就不太好 因為如果你習慣了這個東西之後 這個小習慣就會令到你很慢 即是每個字的變化很慢 跟著字與字之間很慢 跟著你再換氣的時候很慢 這件事是我很衷心 在這條片裡想帶出來的東西 因為這種轉音 就是除了高中低的演繹之外 還有力度的聲線大小 還有大小 好 接著 還有一種叫做柔順度 是嗎 即是 多就不要說那麼多 要不然就好像教他唱歌 即是真是班門弄虎 要是他現在上台 他比我更厲害 不過我現在是把這個感受表達出來 接著 在第三段 王菲司調出來的那首歌的時候 大家應該可以感受到我剛才所說的東西 我希望嚴明興小妹妹 可以控制聲線好一點 因為我發現他唱歌的時候 他這組肌肉 這組肌肉未控制得很純熟 例如這樣 這種像真喉吻不像真喉吻 那種控制 他還未拿捏得最好 希望他看了這段影片後 幾年後 我見到一個新的巨星出現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他 因為他現在唱的歌 其實已經跟他的年齡 不錯 已經超級了 他的聲音已經夠厚 在這裏 我亦免免繞得那麼長 我在這裏強調 就是我這段影片是為了他好 所以希望一些不認識我的朋友 又或者是想支持好的朋友 希望你們將這段影片傳給他看 好了 今天就分析到這裏 如果大家再想聽多一點我的分析 請留意一下 我接下來會有些影片 會介紹其他歌曲 包括外國歌曲 我亦希望 接下來的這段影片 應該這樣說 接下來的另一段影片 希望嚴明熙也看一看 因為這位歌手 他的聲音的柔韌度 順滑度 全部都很棒 這就是剛剛 正正是嚴明熙欠缺的東西 因為現在嚴明熙的聲音很猛 不需要強行做到太猛 有時 現在已經足夠了 希望聲蒙娛娛樂的製作朋友 不要怪我去說那麼多這些東西 好像得失了你們 其實我都是出發點想大家好 總之是這樣 這些我也不知道如何表達得完美一點 多謝大家 希望大家又追蹤下一個影片 下一個影片 亦希望可以傳給嚴明熙看 Thank you